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数落一通 随后孙春兰副总理组织了所有上海上层的共产党小弟 传达出最新的中央精神 要以快制快 用最短的时间遏制疫情扩散 像普通这样一封再封的局面一定要马上改善 看来上海的情况非常的危机 党中央已经无法淡定 那实际上根本就是小题大错 这种Omicron病毒跟之前的那种新冠病毒其实完全不同 我们看一下普林斯顿大学顶级的生物专家闫宁教授怎么评价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的全称是Omicron BA2 与2020年初那种新冠病毒完全不是一回事 最初的病毒之所以非常恐怖 是因为它有强烈的肺视性 也就是严重感染下呼吸道 而这种Omicron病毒呢 它是一种鼻视性 也就是它只在上呼吸道活动 基本上就是鼻子 嗓子会很难受 所以忽视病毒本身的属性 盲目的防疫和战斗 根本就是在做无用功 严宁教授从10月底就开始研究Omicron病毒和免疫学 经过了4个月的研究呢 翻阅了近百篇有关此病毒的顶级文献 已经确定它不是SARS的一种 因为它的病毒特性 尤其是决定其感染和传播能力的S蛋白特征 还有血清特征 免疫 逃逸 传播能力 什么致命性 临床表现 什么流行病学的特征呢 和2020年初武汉的流行新冠肺炎 有着本质的区别 Omicron病毒呢 有很深的传播性 这个毋庸置疑 它的传染系数和三线炎的水平相当 三线炎是有疫苗的 接种之后就可以免疫 而Omicron呢 却可以发生免疫逃逸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有无症状感染者 这种病毒有明显的鄙视性 而缺乏废视性 这样一来 对生命构成的威胁极其有限 死亡率呢 要低于流行感冒 这就是目前国际生物界最顶级的教授 给出的答案 随后在国内引起了热议 而且向司马南之流的媒体人 不断向严宁教授身上泼脏水 认为他扰乱民心 心怀鬼胎 当然司马南代表的中国传媒的官方态度 中国媒体那为什么对严教授格外的防备呢 甚至大肆的攻击呢 因为严教授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裸词 回到清华组建实验室 为的是报效祖国 结果评写院士的时候一再的落选 是的 没错 在中国的学术界也都必须有政治背景才可以 严宁教授非常的单纯 一心向学 不太会搞政治 我当年去清华大学访问的时候 听过几次他的讲座 举手投足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那种对政治的不屑也经常在言语中表露出来 那这样的人想来在中国的学术界也不会得到重用 共产党对他一再的刁难 他一气之下呢就回到了普林斯顿 当时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学术界为他惋惜 政治界认为他是叛徒 而疫情期间他说了几句良心话 中国的媒体政治界 那怎么会饶住他 肯定会大肆的攻击 目前国内的情况就是 所有的专家学者 没有权力领导抗议小组 都是各种的书记在指手画脚 那怎么能不乱作一团 而且中共在疫情期间反人道的行为也越来越严重 我的上海朋友告诉我 16个省的志愿者进入上海 一个省包含上海的一个区 要把上海所有区域的阳性 包括无症状者 通通接到其他的省份 要实现上海的社会面清零 这些中共所谓的志愿者 其实是花高价钱雇来的 比如现在仍在封城的吉林长春 一个志愿者的价格是8小时450元人民币 每多干一小时给50元人民币补助 每天平均要做12个小时的工作 也就是说一天可以收入650元人民币 一周也没有休息 相信以上海的物价志愿者的工资会更高 这一次上海强制清零政策 各省所谓的志愿者呢 穿着防护服进入上海 要求每人自带睡袋 每天只能睡在睡袋里 要求16小时内解决战斗 这回的中国政府真是应了那句古话 以万物为出口 在中国哪还有一点人权 就在昨天的黑龙江省的一家县医院 其中的一名医生 因为疫情扩散而自杀了 原因是春节之后 他接治了一位从隋芬河回来的患者 为其做了手术 但是这位患者用的是他母亲的核酸证明 办理的入院手续 因为患者自己的核酸是呈阳性的 医院根本就不会救治 这样他只能在家里活活等死 结果很不幸 病毒在黑龙江省开始传播 因为这例手术 全县封锁了一个月 也顺利查出了四例阳性 从今年2月20日起 就一直有更多的人在感染 事后的一批政府官员受到了处理 而这名主任医生 被视为直接责任人被逮捕 审讯了足有7天 根据媒体报道声称 每次达到了4到5个小时 政府官员声称 这名大夫的行为 导致了全县数亿元的损失 威胁他要从众判刑 在审判期间 这名医生戴着手铐 脚料 还要定期的去体检做核酸 在所有同行面前受尽了屈辱 随后他精神崩溃 体检回来之后 他用常见的电影桥段 掰断了牙刷 刺穿了自己大腿的大动脉 就这样不幸的离开了人世 这名大夫还有78岁的母亲 一对儿女15岁 正在读初中 妻子是中学老师 2020年初 他还作为医疗队的队员 去支援了湖北校感 黑龙江省的基西日报 对此有大幅的报道 作为参加过当初湖北抗疫的专业人士 就这样一位优秀的大夫 不幸自杀了 这一切还要源于万恶的体制 隔离的目的 难道不是为了限制病毒吗 拯救更多的百姓 感染了病毒的百姓 就没有全被医治吗 作为一个医生 他做的没有错 而患者为了住院治病 又有什么错呢 只能说这万恶的体制 逼死了所有的好人 随后这名医生的所有信息 在网络上被删除 政府试图让他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但是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 很多中国大陆的医务工作者 和那些有良知的网友 用人肉搜索的方式 找到了这名医生 他就是县人民医院脑外科的主任 任石君 在一个县城里 医院科实的主任 双胞胎的儿女 还有中学教师的妻子 这是一个多么体面 受人尊敬的家庭 这些体面和他所从事的专业 都被侮辱 而他只是千万个例子当中的一个 今天的上海 长春 西安武汉 有多少百姓 有多少医务工作者 有多少医学专家 饱受这个体制无情的侮辱 我们只能说 社会主义铁拳 最看不惯的 就是体面优雅 在社会主义铁拳面前 所有的百姓 就是一块砖瓦 就是一枚螺丝钉 当需要你的时候 可以给你一切 金钱 爱人 完整的家庭 体面的生活 而当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的祭品 用百姓的鲜血 祭奠政治的稳定 中国政府一再强调 疫情是政治问题 和医学无关 那些吃里爬外的官员 面对疫情 唯一的经验 就是封城清零 而期间牺牲了多少百姓的利益 百姓的生命 他们毫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 就是像孙春兰这样的领导 口吐莲花 大手一挥 社会就安居乐业 共产党天生 就是为伟大而生 而他们要求老百姓 就像党章里写的 时刻为党牺牲一切 包括自己的生命 好吧 我是平凡 咱们下期再见